今天我们去吃上海的米其林三星 泰安门 这是第47号套餐 正餐是包括四个饭前点心 两道冷菜 四个热菜 两个甜品 还有些饭后巧克力 我点的是288的套餐 再加了四个菜 还请大家投币回学一下 真的有点贵 第一个点心是脆片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把餐里到处都是脆片 是海苔和芝士味 底料的话是用春卷皮 口感的话会接近那种炸虾片 芝士现杂出来的话非常好吃 海苔卷中心使用了 类似于奶酪的酱 酸味很重 这家店拥有非常好的芝士品味 这个芝士球选的 相当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很正 这个球的话都不太好 定义到底算不算甜品 白色的是酸奶泡沫 加上顶部的胡萝卜脆片和焊金莲 但是它的中心是 咸的咖喱的冰沙 就是这个黄色的 这个甜咸配一眼难尽 冷菜的头盘是大煮驾鱼 用醋腌制过 类似寿司的醋情化工艺 煮驾鱼的品质很好 很肥美 黄色的话是无锡的脆桃 周围是韩式的泡菜汁 感觉真是糟蹋煮驾鱼 第二个是金枪玉塔塔 顶部红色的是金枪玉赤身 下方是墨西哥辣椒酱和大富 白色的是斐达的芝士雪球 由于有水果和辣椒酱 因此一口下起就让我感激 在吃墨西哥的taco 说明小饼其他都很香 这道加的海胆是他们开业之间的保留菜品 最下方的德式酸面包煎得很脆 然后蘸满了这个焦化的黄油 酸味和奶油的香味一种 中心是新鲜的海胆和生蚝做的大黄酱 上方放了个苹果片 用酸味平衡油腻 这第一道堪称非常好吃的菜 面包由于本身的酸味和焦化的奶油 非常香 像是大连海胆的鲜甜和苹果 轻微的果酸味 堪称完美 大家如果想学这道菜 可以在大目扣一 我破解一下也不是不行 可是这道菜的难度还好 吃完三道冷盘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东京大饭店拍的太写实了 热量真的是深度影响了法餐 新西兰的熬虾 大约蒸了60秒钢灌生 黄色的酱汁是30年成酿的 绍兴黄酒做的沙巴用 类似于荷兰酱 小二楼味道的话还是很鲜甜 但吃不出来什么腌制的味 由于我本人不喜欢黄酒 所以觉得酱汁比较鸡累 旁边柑橘的沙拉挑的爽口无比 带着一股无敌的橘子汁风味 尤其很多宝鱼 发酵的白露笋 风味极强 酸味浓烈 感觉罗马之后大家都在玩发酵 这道绿色呢是猪蹄 好吧 其实上面是解腻的甘蓝的蛇梨 和德国酸菜泡沫 黄色的点是炸猪皮 下面是法式猪蹄 去骨后盛卷 味道很像国内的卤肉 只是吃不出来猪蹄的定格口感 下方的话是新疆蹄子做的酸甜酱汁 很解腻 这是本次菜品中的王炸 煎肥鹅肝 连运港的鹅肝煎的嫩的不可思议 它表面充满了焦香 内里软的又像果冻 吃下去的油脂瞬间炸开香满口腔 足够有一点香草和咖喱的复合酱汁收起味道 这真是无敌的好吃 冲这道菜都得给三颗心 这道菜我也很想复制 但是感觉难度很大 主要是它的食材品质太可力了 大家想看这种米勤三星的煎鸭肝吗 羊里肌 煎的火候完美极嫩 搭配原汁和酸奶 就是感觉很地中海 热菜中间用腌制的樱花这道咸的冰品来进行清口 虫名的乳鸽脱骨熟成 表面加了鸡肝菌子和黑蒜的酱汁 摆到面前的时候就会闻到一种非常刺鼻的那种黑蒜和菌子的味道 烤制的很嫩 配合旁边这个有点古怪的酵母酱还挺有意思的 最后的两道甜品罚产可乘 作为米勤三星 我觉得他们家的甜品不太出彩 那一道让我觉得有意思 就大家觉得这个2888的价格值不值 如果喜欢这种很有创意的菜品 下期我可以带大家去吃长沙一家很有意思的香菜和法餐的融合菜